我听说 哥哥身上有花秀 能否让我开开眼睛 姐姐 这 哥哥这般遮掩 我倒是越想看了 姐姐 好 自从卢俊一上山 他就一直被当成台生梁山影响力的吉祥物 政策性 方向性 原则性的会议 卢俊一会有出席资格 但拥有的发言权却极为有限 只要到了决定梁山未来的关键问题 卢俊一就会被撇开 高球被释放下山以后再无信息回馈 宋江和吴用再次撇开卢俊一 就梁山当前面临的刑事问题展开了讨论 吴用认为 根据高球出身市井无赖的履历来看 指望这老小子帮助梁山完成招安工作 基本等于白扯 宋江毕竟出身官场 对于体制内的生态有着更为清醒的认识 释放高球也不过是尽可能追求一个好结果 尽可能避免被动局面的出现而已 既然高球靠不住 另想办法就是 于是宋江决定派遣燕青前往东京 再去找一找徽宗哥哥的外宅李诗诗 来到京城玉香楼 仅凭一只销 燕青便顺利见到了李诗诗 虽然贵为京城名媛 又有着特殊身份的加持 但面对燕青 李诗诗还是立马化身恋爱中的小女人 假装于敬前李双病 就等着燕青给出一声呼唤 梁山好汉中 燕青算是一个另类 武功高强自然不必说 但他骨子里的那份文婉和内敛 着实能让女性着迷 再见李诗诗 燕青还是举止得体 礼貌有加 姐姐 小弟有礼了 初见燕青 李诗诗已然清醒 再见燕青 李诗诗甚至有了 击不可失失不再来的紧迫感 他要抓住这个机会 不能再让燕青称呼自己姐姐 明白了这个前提 我们再来看一下李诗诗展开对话的方式 缘消夜闹东京 经了圣驾 强调对方的过错 强先占领道德制高点 并借助于此掌握对话主动权 只有掌握了对话主动权 你才能控制对话的方向和节奏 才能最终达到自己的目的 按照正常的思维逻辑 李诗诗有怪罪 燕青也就只能先给出道歉 害得姐姐差点丢了性命 可等到燕青给出道歉 李诗诗并未就此放弃 而是继续加重燕青这份愧疚 怎么还先不够吗 本就有错的燕青 在于李诗诗这句责怪 只能继续放低姿态 甚至亮明听凭李诗诗处置的态度 姐姐休要恼怒 小弟此番就是给姐姐陪李来了 行了 燕青已经彻底失去了主动权 李诗诗可以围绕着自己的目的 展开接下来的对话了 为何偷走我的短销 注意 这是一次机会 这是一次让燕青 靠近李诗诗的机会 更是一次让燕青 哄住李诗诗 并顺势给出请求的机会 关键就在于 燕青如何回答这个问题 小弟实在喜爱 本想问姐姐姐姐 没来得及 现在奉还姐姐 偷东西都能解释得 如此清新脱俗 偷东西都能趁机 表达对施主的倾慕 让李诗诗恰到好处的误会 燕青的这份情商 绝非常人能及 有了这个解释 我们再来看一下李诗诗的反应 你的心思 恐怕不在这只销上吧 看见了吧 李诗诗误会了 这句话就是典型的一语双关 心思不在这只销上 还能在哪里 是想借着这只销 保持和李诗诗之间的联系 另有所求 还是想赌物思人 一解相思之苦 很关键的是 李诗诗的这句话以后 燕青只是害羞沉默 算是默认了李诗诗的认定 接下来 自然也就到了 李诗诗的试探阶段 试探一下燕青 偷走自己的销 到底是另有所求 还是赌物思人呢 先试探第一个可能性 除了陪秦还宵 好像还有别的什么差遣 燕青此来 到底肩负着领导重任 既然李诗诗 直接了当问及了关键 燕青便赶紧给出了回答 还是那种事 求姐姐相助 向圣上转达 我们兄弟替天行道 保国安民之心 若能促成朝廷招安 姐姐 你别是我梁山坡 数万兄弟的大恩人了 燕青到底着急了 一句话便让李诗诗的美梦破灭 试探失败 更重要的是 就算李诗诗答应促成朝廷 也只是冲着燕青一人而已 而非梁山数万兄弟 燕青将李诗诗称为梁山恩人 就等于强调了此次求助 只是公事并非私情 既然无私情 既然和燕青无关 李诗诗还愿意帮忙吗 我一个烟花女子 怎敢受此重托 再说 就算是我和皇上亲近 也不是想见就能见 想办什么事 就能办成的 燕青一听这话立马急了 赶紧试图挽回局面 上次姐姐不是答应帮助我们吗 李诗诗的回答则更为直接 甚至开始倾向无赖表现 上次是上次 这回是这回 切有一儿郎无情 李诗诗失望了 但却并未就此放弃 追求爱情从来不在乎手段 更何况李诗诗本就是烟花女子 追求爱情的勇气 远胜于同时代的女性 所以李诗诗决定主动出击 将局面硬搬成自己想要的结果 既然燕青有求于自己 李诗诗便凭着这个把柄 举起了酒杯 女追男隔层沙 如果再喝了酒 这层沙就更薄了 燕青推托 李诗诗便反复要求 直到给出威胁言辞 我若是非让你喝酒呢 燕青毕竟身负重托 就算有意拒绝李诗诗的暧昧暗示 但也有着一个绝对不能逾越的底线 那就是不能将局面搞僵 更不能得罪李诗诗 李诗诗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 燕青还能说什么 只能从命 只是燕青饮完这杯酒以后 并未紧随李诗诗的节奏往下走 而是选择了主动出击 姐姐 小弟借花献佛 也敬姐姐一杯 这杯酒的学问可就大了 你敬我酒 不管出于何意 我都回敬了回去 不亏不欠 更没有默许的意思 而且这杯酒 还能让燕青获得发言的权利 得以再次强调自己此行的目的 只是这杯酒以后 燕青虽然趁机说明了 梁山目前面临的招安局势 也明确了请求李诗诗出手相助的原因 但却仍未抢回对话的主动权 因为李诗诗是被求的对象 人家不愿继续这个话题 燕青也就只能听之 认之 服从之 而李诗诗呢 借酒言情的目的没有达成 便决定选一种更为干脆直接的办法 以歌抒情 和刚才要求燕青饮酒一样 李诗诗要求燕青抚情的理由 还是强劲中带有娇称 娇称中满是风情 我一定要你服呢 然后就是李诗诗一字一相思 一句一深情的蝶恋花 一别家乡影星庙 百中相思 长短何事了 一 long的炎 年锁 不完善 不列唰 不列唐 花又老 颇心郎君 和日日到 江世当初我要相逢好 若我好梦已成还有绝 雨窗淡绝应声笑 用萧暗示燕青可以不回应 用酒暗示燕青也可以不回应 但李诗诗借着这首词明确表达了自己的相思之苦 燕青就不能不有点反应了 更何况再一再二不再三 如果燕青再装糊涂就会彻底惹恼李诗诗 就会让自己的目的彻底泡汤 于是燕青轻唤一声姐姐 以一种极容易引起误会的距离 蹲在了李诗诗的跟前 行了燕青的态度松动了 李诗诗可以进入实质性阶段 将话题挑明了 只是想要捅破这层窗户纸 毕竟需要勇气 到底需要矜持 李诗诗学起了潘金莲的基本操作 决定酒壮美人胆 为着情 为着曲 为着人 为着情 一杯又一杯 一盏又一盏 直到酒店恰到好处 便一把抓住了燕青的手 注意 从始至终 李诗诗都未明确对燕青的称呼 这突然出现的一声歌歌 算是跨出了最为关键的一步 再加上 李诗诗提出的这个要求 又有着非常明显的意图 燕青算是彻底慌了神 犹豫了 不答应 梁山昭安的重托还要不要完成 答应 就算是狼情惬意 燕青毕竟是来出差的 这有点不像话呀 只是 李诗诗费尽周折 好不容易挑明了话题 怎能容得燕青推脱 于是继劝酒劝秦以后 李诗诗的第三句强迫出现了 哥哥这般遮掩 我倒是越想看 燕青无奈了 只得亮出后背花秀 惊艳了李诗诗 更引导了二十多年前的纹身风向 可燕青就算随了李诗诗所愿 但却仍用姐姐的身份 遏制住了这段情谊 李诗诗毕竟是徽宗哥哥的外宅 如果燕青成情 将会给梁山昭安 带来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 正如燕青所言 不是小弟不知情之意 只是有重托在身 燕青不成李诗诗 绝非不悦 只是不能 如此燕青方为真丈夫 方为大圣人